前方小貨車一個右轉 這是車斗上的水冷機 手離行力瞬間往外拋 翻落路面 目擊駕駛嚇壞了 因為這一台重約50公斤的水冷機 從車上拋摔 還差一點雜重對向車輛 嚇死人了 是在XX的小朋友 就差幾步路 水冷機險些雜重車輛 對方駕駛車才急匆匆 將機器扶正 我看車數也不太快 你說東西不會帶我車 剩一條 我同事也不太 可能有120公分到130公分 到一個國小真的高度很大 而驚險瞬間 還有民眾開車在快速道路上 只見前方車輛突然往右一拐 原來竟是在閃避 內車道上的旅梯 快速道路抽現旅梯 到底從何而來 幸好沒扎中人車 駕駛也閃得快 但為捆綁貨物牢靠 最終開罰1萬8千元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